大家好,我是马克 本期是来自丰田四郎导演的雪国 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 失忆画家岛村面色临重 这是他第二次来了 车窗玻璃上映出对面姑娘的脸 岛村看得入神 姑娘身边的男人显然有病 姑娘陪着,照顾着 是夫妻吗?岛村无从知晓 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了 姑娘拜托站长照顾她弟弟 站长答应着说 放心吧,叶子姑娘 约末过了半个小时 叶子姑娘和岛村在同一个车站下车了 岛村频频回头 很想多了解一下叶子姑娘 居子像是在等谁 无意中看见岛村 心里又泛起波澜 居子怎么样了?岛村问 做异计了 刚才说去车站接老师儿子呢 你没遇见吗? 岛村这才知道 火车上那个有病的男人 是居子老师的儿子刑男 旁边照顾的姑娘是老师的养女叶子 做了一击的居子显得很严肃 岛村走过去也沉默不语 三秒后,岛村伸出食指说 他指引着我回到这里 哎,真是后悔 我第一次穿从这样进来呢 岛村没理会居子的小情绪 静止走进房间 居子咬着岛村的食指说 这样,你就想起我了吗? 岛村眼神迷离地说 是啊,他指引我回到这里 那个时候 已经过了雪崩的危险期 到处一片嫩绿 是东山的季节了 过不了多久 饭桌上就将看不见新鲜的通草果了 岛村无所事事 常常去爬山 军中大佬永田铁山遇刺 就在自己的办公室被砍死 可真是新鲜 议员想问问东京来的人怎么看 岛村放下通草果说 关我屁事 那天晚上 岛村一到温泉旅馆 就让人去找义记 可惜的是 为了庆祝新铁路骆虫 义记们都去宴会上了 旅馆老板说 也许舞蹈老师的女儿在家 她虽然不是义记 也不常去旅馆客人房间 但也不能说是个无瑕的梁家闺秀了 岛村抽着烟说 行 是个人就行 居子来了 到底是年轻姑娘 就偷偷吃起通草果 岛村没说话 将隔膳全部拉起 居子也去过东京的 从酒馆被熟生出来 本想做个舞蹈师傅维持生计 可刚过一年半 恩主就死了 不知怎的 可居子聊了一会儿 岛村的心里愈发爽朗 酒杯上沾了口红 居子想要擦掉 岛村不让 寻着口红的印记 一阴而进 第二天一早 居子又来了 带了一束花 居子咯咯地笑 可爱至极 岛村刚洗过澡 盯着居子看了一会儿说 帮我叫个一记吧 居子很不开心 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说着居子跑了出去 岛村很直爽 告诉居子 我想和你做朋友 如果真发生那种事 就太无趣了 叫谁去呢 你决定吧 老板娘说 居子转过头 很别扭地说 随便 我才不关心 岛村正小睡呢 叫到一记来了 一把抓住岛村的脚 破口大笑 笑个不停 饭来了 一记吃了一口又唱起来 唱了岛村兴之全无 怀疑人生 岛村跑了 一记不肯放 紧追 居子路过看到 心里说不出的开心 岛村被吓到 一口气跑到后山 居子学着一记的样子唱歌 岛村说 我输了 我受到惩罚了 居子喜欢的花开在对岸 有水阻拦 跑过去 岛村给背过去 算赎罪了 晚上 居子喝醉了 又跑去岛村房间 叫醒岛村后 又马上要走 说赤脚也要回家 岛村真以为 居子回去了 没想到 他又回到岛村房间 你睡吧 不要管我 居子神志不清的 推推嗓嗓 弄得岛村很迷糊 这样拉扯几个回合 岛村没了睡意 紧紧抱着居子 你在笑话我吧 一定是的 原来我是这种女人 居子越想越伤心 求岛村忘记刚才的事 忘记吧 求你忘记 好不好 那夜之后 我就回东京了 可我忘不了你 岛村说 已经过了十点 外面大雪飘飞 居子执意要回家 岛村是了解居子的 没理会 独自洗澡去 果不其然 居子也来了 也要洗澡 工医室有个女人 岛村本想出去 居子拉住说 没事的 居子滔滔不绝地说 情绪像拧开的水龙头 岛村听着 玩着水 不理会 短短一夜过去 居子的心里又明朗了 岛村还在熟睡 居子小心翼翼的 岛村醒了 居子手伸进被窝 一再一再说 我真是幸福 真是开心啊 晴天 居子邀请岛村去家里坐坐 那个男人是谁 居子的客人吗 老师问 行男听了清楚 不问叶子 一句话也不说 岛村闲得无聊 拿居子的眼镜碗 居子生气 一把墙回去 岛村早就想看 居子的日记 居子不肯 坚决不给看 楼上的火没了 居子下楼曲线 老师和叶子都不给 这是病人的房间 不能没有火 行男不说话 眼角有泪流出 在雪中烧丝 用雪水洗涤 在雪地晾晒 一切都在雪中进行 居子就生长在那样一个地方 可惜的是 父亲死后 家里就关门了 居子大大小小 跟岛村说了好些事 岛村要走时 偶然遇到叶子 盯着看了半天 居子想出去送送 不想行男又咳嗽不停 口中一直叫居子 又遇上那日在工艺室 遇到的女人 岛村才明白过来 女人是盲人 居子很可怜啊 为了给老师的儿子治病 去做了一计 哎 也是没办法 早就定了婚约嘛 岛村忽然停住 想着女人说的话 岛村的来访 让行男感到痛苦 叶子看不下去 居子跟叶子解释不通 一说话就吵架 一计是陪客人笑的工作 不管心情多差 上了宴会就要开心 居子又喝多了 醉醺醺的 但当听到岛村问 你和行男有婚约是吧 居子马上清醒过来 旅官伙计说 国家要打仗了 岛村说 关我屁事 居子不肯承认和行男有婚约 更不肯承认 是为了行男才做异计 居子告诉岛村 老师或许有想过 但从来没跟我提 现在行男快死了 就更不可能了 当年居子被卖到东京 只有行男一个人来送 居子没喜欢过行男 但一直记得此事 所谓的婚约当人不存在 只是 让岛村知道这件事 居子还是感到难以言说的沮丧 宴会客人在懂居子 老板娘亲自来叫 居子闹了脾气 无论如何都不去 居子哭了 从未有过的悲伤 从未有过的失落 天亮了 居子满血复活 天气这么好 居子决定今天练习一下三位线 很久没谈了 水壶飘出的热气被冷风吹散 房间里清冷无比 盲人耳朵铃 一听就知道是居子在弹奏 先生 居子好像很伤心呢 岛村的座位空空的 桌上放着的香烟 只剩一支了 岛村洗澡回来 没有打扰居子 安静坐在旁边听 又过了好一会儿 居子才放下琴 岛村要回东京了 抽完桌子上的最后一只眼 居子的恩主上了年纪 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只能派人来送供养费 窝瓜老头老江湖了 喝酒不给钱 因为他知道居子会付钱 一级居勇是个知心姐姐 看出居子的难过 哎 也是没办法 你还是哭了不是 还是觉得很寂寞吧 岛村走了 一个漫天大雪的日子 居子知道留不住 紧紧挨着岛村 体会最后一点温暖 刚到车站 叶子就找来 心难病重 请居子务必回去一趟 居子不肯 无论叶子怎么说都不行 居子不想看别人死去 太残酷了 眼看火车就要开 宋军千里终有一别 居子头也不回地跑走 火车开动了 居子容紧紧追着 嗓子都喊哑了 雪白的大地上 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 显得格外刺眼 离别数日后 岛村写了信来 说2月14号驱鸟街一定来 居子一遍一遍看信 口中念叨着 一定来 一定来 居子笑了 什么恨意都没了 在雪中骚丝 用雪水洗涤 在雪地凉晒 一切都在雪中进行 居子就出生在这个 洁白无瑕的冰雪之城 妈妈听说居子怀孕了 先是高兴 又是一进 孩子不是恩主的 是别的男人 居子打算生下孩子 已经下了决心 2月14驱鸟街到了 漫天遍野都是孩子 居子一早就到车站等 一班又一班 都不见岛村 叶子弟弟掉直了 就在不远的车站 叶子说不出的开心 窝瓜老头让居子 陪自己的事被老板知道 如此 居子住的房子就要被收走 窝瓜老头告诉居子 买家已经找好 5天后交房 窝瓜老头和叶子弟弟 同坐一班车 站台上空空的 那个人没来 为了老师 为了行男 居子做了一切自己能做的 但在叶子眼里 居子是罪人 做对不起行男的事 让行男痛苦是绝对的坏人 叶子回家了 说出心里话舒坦很多 不大一会儿 叶子慌忙跑出来 嘴里喊着居子的名字 老师去世了 议员跟旅馆老板说 终于还是发生内乱了 幸好没有住在东京 广播一种天都在报道 岛村完全不关心的事 现在弥漫全日本 一级菊勇被恩主骗了 去无可去 回无可回 只好离开雪国 上次还真以为是怀孕了 都打算生下孩子 居子说 居影笑着打趣的 笨蛋 我们两个都是笨蛋呢 正打算送居影去车站 旅馆来叫 有宴会 客人点名要居子 来到旅馆一看 居子吃了一惊 是岛村 居子气上心头 转身就走 没想到叶子就在楼下 伙计是个老油条 但找错对象 被擦了一脸地板灰 可前两次相比 岛村憔悴不少 双眼无声 居子拒绝了岛村递过来的酒杯说 一级的职责是倒酒 我的职责是中钱 我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我了 行男死了 老实死了 什么都变了 你摸摸 这里变大了 哦 你有个厉害的恩主 岛村说 谈不上什么原因 岛村想去行男的坟上看看 全当散步了 没想到 叶子也在 居子告诉岛村 叶子想不开 天天来 这孩子是疯了 叶子想去东京 让岛村带上自己 去东京做什么呢 岛村问 叶子说 自己会想办法 一会儿说护士 一会儿又说 只照顾过一个人 做不了护士 聊到居子 叶子忽然认真起来 泪光闪闪地盯着岛村说 请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居子 众说着 居子来了 喝得醉醺醺的 叶子喜欢行男 这正是他讨厌你的原因 岛村说 居子趴在被炉上 有气无力地说 叶子真是个痛苦的包袱 真是痛苦 说着说着 居子有些迷狂 说自己又听见叶子 跟岛村说话的声音 已经是半夜了 居子飞拉着岛村去住处 屋子里很拥挤 被炉杂物都堆在一起 居子到底变了 连香烟都是从客人那里收集来的 岛村拾去地关了电灯 点上蜡烛 到此 岛村也明白居子的心意 这样下去我和你都不为幸福 我会尽快回东京的 岛村走了 居子没送 将自己淹没在黑暗里 轻松唤起着 也不知几点了 居子又来找岛村 酒喝得太多 居子直接撞到了格杉 居子迷迷糊糊地 要岛村解开头绳 岛村只说居子是好人 连说三遍 天亮了 居子又满血复活 他总是如此 什么是好人呢 居子不明白 我总是重复着相同的事 你是笑话我才对 是啊 我很可悲 听说岛村要带叶子去东京 居子又滔滔不绝说个不停 一边哭一边说 一边说一边哭 居子气懵了 回到家 给了叶子两个响亮的耳光 叶子的行李已经偷偷打包好 居子给扔出门 大喊 滚出去 岛村要回东京了 脸色很难看 居子董在房间 高松尖叫地说 带叶子走吧 带他走吧 每一会儿 居子又瘫软下来 说不出话 电影院着火了 旅馆老板说 老板娘突然想到 叶子也去看电影了 不多时 电影院浓烟滚滚 火光冲天 居子想着叶子 跌跌撞撞冲进去 叶子被救出来 双手捂着脸 显得极为痛苦 居子疲惫不堪 拉着岛村说 你回东京去吧 回你的东京去吧 好些日子了 岛村又写信来 居子喝着半温的酒 脸上已没了波澜 叶子的脸毁了 甚至完全不敢开灯 居子轻笑说 他不会来了 我们俩要相依为命了 雪天 火车轰隆隆的 居子盯着看 思绪往前 未经遇到自己一生最爱的男人 这辈子没什么遗憾 但行男喜欢的是你 叶子说 居子没说话 捡起关于行男的一切 默默的 安安静静的 居子要走了 刚提着行李下楼 紧听见叶子喊 你回来的时候我会在的 雪花漫天 地面毛茸茸 天一暗着 没有太阳 居子独自行走 消失在雪的尽头 尾巴 这部1957年上映的影片 改编自川端康城的 同名中篇小说 原作也是作家 获得诺贝尔人修奖的 三部之一 另外两部是 果都和千之鹤 和1965年 《言下芝麻》主演的 改编版相比 这部改编 几乎完全 终数于原作的时间顺序 此外 饰演男主的演员 持不良 共具文化气息 也共贴近 原作的人物形象 此前在1965年 《言下芝麻》版的 尾巴中提到过 作家本人对作品的人物 是有过解释的 在川端康城的 随笔集《独影自命》中 作家说 居子确有其人 叶子是虚构的 叶子和岛村 都是作为衬托居子而存在 岛村当然不是我 说我是岛村 还不如说我是鞠子 小说中的鞠子 虽有创作原型 但故事 毕竟想象大于实际 特别是鞠子的感情 实际上 就是我的感情 我想 我只是通过鞠子这个角色 向懂者倾诉而已 倾诉什么呢 倾诉徒劳儿子 川端康城文学 大都逃不开徒劳两个词 仔细看会发现 徒劳的根源 是一种旅人形态 一斗的舞女中的学生 雪国里的岛村 都是旅人 一斗的舞女是个什么故事呢 简单来说就是 我 厌恶自己孤儿根性的忧郁 于是来到一斗旅行 舞女看我是个好人 社会的一般意义上的 结尾矿工 拜托我照顾老婆婆 信任我 也是社会一般意义上的 如此 来时的目的 便算是达成了 离别 难过 流泪了 但 以后什么都没有留下 只感觉甜蜜的愉快 一斗的舞女中的我是旅人 来了 撩拨一番 走了 雪国中的岛村 同样是旅人 来了 撩拨一番 走了 作家在随笔记中说 居子的感情 就是我的感情 我只是通过居子这个角色 向读者倾诉而已 倾诉什么呢 倾诉旅人的离去 倾诉感情的徒劳 川端康虫1899年6月14号 生于大阪 1901年1月 父亲肺结核去世 1902年1月 母亲也感染结核病去世 1909年7月 唯一的姐姐方子患热病 并发心脏麻痹去世 1914年5月 祖父去世 自此 15岁的川端康虫 成为了孤儿 负责情绪记忆的新人和 在童年时期就开始大量储存 阿成在《尝试与同时》中说 当新的刺激出现 他就将之比对过去的记忆 新的刺激里 只要有一项要素与过去相仿便算是符合 他就开始按照记忆里的情绪经验启动行为 这也就是一个人的童年经验 会影响一个人一生的原因 童年的记忆里 亲人都像旅客般 认识了 熟悉了 离开了 长大后遇到的人 无不是如此 认识了 熟悉了 离开了 都是旅客 都不会停留 也或无法停留 父母 朋友 兄弟姐妹 谁相对谁 都是旅客 无一例外 春有百花 秋有月 夏有凉风 冬有雪 大道无门 千词有路 旅程各一段 认真走 不徒劳